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是来自法国克莱蒙费朗的橄榄球队克莱蒙队 据介绍 已有上百年历史的特维克纳姆体育场位于英国首都伦敦郊外 竣工于1909年的特维克纳姆体育场不仅是英式橄榄球的一处专用场地 也是英格兰国家橄榄球队的主场场地 在经过多次改建与扩建后 这座曾举办过橄榄球世界杯赛事的专用体育场 现在可以容纳8万多观众 此外 除了用于举办体育比赛以外 特维克纳姆体育场还被许多著名歌手用于举办演唱会 就法国土伦橄榄球队今年在与法国开莱蒙橄榄队的决赛中再次赢得欧洲杯冠军一事 法国土伦橄榄球队教练贝尔纳拉波特在赛后接受本台法语部体育组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他们被载入了史册 拉波特说 当然 他们都被写入了历史之中 他们的成就是卓越的 一周来 我们曾就此有过许多的讨论 冠军就应在其所从事的体育活动历史上留下印记 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如今这已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人们为他们喝彩 是他们再次现身赛场 是他们应该受到称赞 这是美好的 对俱乐部来说是美好的 对他们的城市来说是美好的 对他们所在的省 对他们所在的大区来说也都是美好的 这就是他们从事体育活动者人士的目标 为了一个自己喜爱的俱乐部 自己十分钟爱的城市 我们今晚实在是为土伦感到骄傲 据介绍 现年51岁的法国土伦橄榄球队教练 贝尔纳拉波特 本身就是英式橄榄球运动员出生 他此前在1999年至2007年间 还曾担任过法国国家橄榄球队的主教练 在此之后 拉波特进入政坛成为政府阁员 拉波特在2007年至2009年 法国前总理费用主政期间 担任法国政府中负责体育事务的国务秘书 从2011年起 拉波特出任法国土伦橄榄球队教练 并带领着这支法国橄榄球队摘取了欧洲杯的三连冠 此外 拉波特也给法国媒体的节目担任顾问 据介绍 橄榄球类运动起源于英国 随后扩展至欧洲内陆各国及英联邦所属国家与地区 如今则已发展至亚洲的日本香港还有台湾等地 现在除了世界杯橄榄球赛以外 欧洲地区的比赛在国际上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传统的橄榄球比赛是15人制 但最近几年开始流行七人制橄榄球 这是橄榄球运动的一种变化 七人制的场地规则与传统的15人制橄榄球大致相同 但在赛场上人数少 比赛节奏快 平均得分高 上述特点使得七人制橄榄球普及性及重要性与日俱增 现已不仅成为世界运动会的正式竞技项目 而且也将成为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比赛正式项目 听众朋友 以上是体坛动向 法国土伦队荣获英式橄榄球赛欧洲杯三联冠 由尼古拉编波 感谢收听